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魂不似一般孩子听到父母离婚后的慌张 我紧了紧拉着他的手 如果妈妈说小何要自己留在进家呢 小何眨了眨眼 旋即低下头 小何都听妈妈的 不哭不闹 顺着爸爸 我揉了揉他软软的头顶 心吓一狠 拉着他走进进家大宅 你要离婚 还是净身出户 柳金金 你又在搞什么鬼 静怡大拉拉仰坐在沙发里 一手捏着离婚协议书漫不经心 一手端着杯咖啡 光看他眼圈颇重 额角青筋跳动 引怒未发的样子 也不知道是被管家 从哪个销魂金屋紧急喊回来的 签了吧 我还你自由 我攻着身将笔递到他面前 这也是最后一次前就 静怡阴沉着脸拍掉笔 脸带着拍的我手被闷红一片 你一个旷工之女 要面子不要钱合适吗 当初怎么不见你要点脸 你可以走 但孩子入了家谱 必须留下 至于赡养费 你说个数 我 我不想再听静怡说这些垃圾话 听了这么多年 耳朵都快起茧 不必了 我最后捏了捏小和的脸 挺直几倍 大步向门口走去 身后传来杯子的碎裂声 男人的咒骂声 唯独没有小和的哭声 我的孩子 我知道他有多坚强 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就告诉过他 不管爸爸如何冷漠 他都无需在意 这么想着 我回头看了看 这栋冰冷的大宅 眼里满是机缝 因为禁意 根本就不是小和的亲生父亲 如果说进家大宅 好比那九重宫阙 富丽堂皇 那我家恐怕连茅厕都不如 矿场家属院 这会儿下工的 接孩子 买菜回来的人 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哎你看 那是柳加妮吧 可不就是 这棒了咱们太子爷 娃都生了 怎么又回来了 那太子爷玩得多花 这年头有孩子也不保险了 他们没有一点当面说人闲话的自制 当然我也并不在意 大家都是一个矿上出来的 谁又能见得别人比自己好 这个家 有好几年没回来了 六年前 爸爸在矿难中就下禁意 死时脊椎 被砸断成好几节 听说禁意在医院苏醒后的第一句话是 我要见柳金金 家里摆了七日灵堂 前来道宴的人数不胜数 禁意送来的礼物更是堆满楼道 亲朋邻里都在恭喜我被太子爷看中 却忘记我刚刚才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我没去医院见他 将他的礼物全部拒之门外 直到他头七那天出现在灵堂 脑子里突然就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我给禁意灌下一瓶酒 最后扑进他怀里 后来他说我邪恩图报 说我为了攀高枝 在那碗算计了他 禁意说的都没错 小两室的房间 桌椅堆着落了厚厚一层灰 空气里再也没有熟悉的烟火味 我走进爸爸房间 将供桌上的黑布扯下 露出两幅一向 爸 阿瑶 好久不见 我擦亮一根火柴 昏暗的房间里 骤然撑起小片暖光 爸爸微黑的脸依然笑得爽朗 空旷的房间里 我仿佛听见他在喊 金金 你是不是嫌弃爸爸是个大老粗了 谈恋爱都不跟老爸说 到底是哪家臭小子啊 火柴一向另一边 还没来得及看一眼 火就熄灭了 阿瑶 哪怕六年没见 我依然忘不掉他的模样 他的皮肤比我还白 老爸说他根本不像 攒矿上人家的孩子 他眉眼单薄 鼻翼和嘴唇微厚 笑起来时又变一个酒窝 总让我一不开视线 可如今 他还被深深埋在矿井下 不见天日 我点燃三只香 靠着供桌报夕而坐 也不知过去多久 被夜里凉风一吹 才发现有人进了屋子 云霄月显 那淡淡光芒中 露出一张 我朝思暮想的脸 阿瑶 我踉跌着起身扑过去 就在双手 即将接触到他的那刻 突然浑身降住 酒气 烟味 香水味 混作一团 真让人恶心 柳晶晶 看在孩子的面上 我给你这个台阶下 现在跟我回家 差一点 我又认错人了 静怡啊 除了这张 和阿瑶有八分相的脸 根本不配和他相提并论 静怡于尊将贵来矿场家属院 阵仗摆得很大 从窗户不经意间往外一瞥 楼下一排黑色奔驰 看不到尽头 邻里邻居抱着孩子 穿着睡衣 站在两边看热闹 不时有目光像我这头来 柳晶晶 装模作样 也该适可而止 趁我还念着 你是孩子母亲 是静家少夫人的份上 静家少夫人啊 名头可真响亮 想起去年除夕 我奉公婆之命 领着仆人 去带静怡回家过年 在市中心那套豪华大平层里 五六个穿着清凉的女孩 围在她身边 低眉顺眼 静怡则当着一群家庸的面 喊她们少夫人一号 少夫人二号 我掉头要走 又怕婆婆借机为难 只得强压怒意转过身 正好对上静怡失落的脸 静怡的视线有一瞬间慌乱 旋即她拿起桌上酒杯猛灌一口 怎么 咳 咳 少夫人想留下一起玩 所以我这个少夫人 在她眼中 也应该只是个随教随到的物价 她施恩 她不计前嫌 哪怕朝我吐口水 我都应该心怀感激 全部笑纳 离婚协议书 我已经签字了 我捏着拳 略长的指甲直扣进肉里 可静怡 像是听不懂人话 她从后面靠过来 将我笼罩在一片颓废中 一手勒住我的腰 一手攥住我的下巴 向她转去 稍有抵抗 伴随着轻微咔咔声 下巴上便传来剧痛 静怡向我凑来 月光下她的脸一揽无余 哪哪都像 只除了那两片唇 凉薄地下人 我稍稍偏开头 错开那个吻 你装什么矜持 六年前就在这间屋子 是你先凑过来的吧 见静怡不管不顾 又凑上钱 我举起左手 狠狠甩在她脸上 六年前 是我故意灌醉她在先 静怡顺势而为在后 接下来的日子 我看着静怡为了婚礼忙前忙后 对我小心翼翼的样子 心中就有报复的快感 既然她口口声声要报恩 我给她这个机会 我就是要让她 静怡给别人养儿子 就是要让她 静怡若大家夜 都落在小河手中 可静怡的青睐太短 宛若永远见不到阳光的夜路 那场亚城近二十年来 最盛大的婚礼 静怡没来 我一人搭着肚子走进进家 从此成为一个笑话 好不容易 等到小河被寄入家谱 我却坚持不下去了 我想阿瑶 很想很想 静怡是亚城无冕太子 别说对她动手了 就是伤她一根汗毛 最后都要落得家破人散的下场 我耿着脖子 静静等待她报复回来 乌云遮住月亮时 最后的光被瞬间剥夺 黑暗中 我的体感被无限放大 顷刻间被拉入的怀抱 坚硬又炽热 金金 以后我们不闹了 是我的错 好吗 静怡突然服软 倒也不算稀奇的事了 从过完年 她在外过夜的次数越来越少 她会缠着我亲热 会讨好小河 开始努力 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 夜深人静时 我会在黑暗中 默默盯着她 人怎么可能突然变化这么大 她还是那个静怡吗 上个月 是六年来 静怡第一次给我过生日 鲜花 蛋糕 和名贵的礼物 周到至极 少了那刻薄的笑 她跟阿瑶又多像了一份 但我始终清楚 她不是阿瑶 静怡 如果你真要送我生日礼物 就抓紧 让小河上家谱 那晚看似甜蜜的一夜 使我再次抓住机会 达成所愿 静怡家家大业大 规矩多 没有寄上家谱的孩子 是没有寄成权的 而我的家事放在静怡 甚至还比不上任意一位司机 公婆瞧不上我 连带着瞧不上小河 入家谱的事 就硬生生这么拖延着 直到静怡开口 可这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静怡竟然想让我再给生个孩子 若不是 我在静怡大宅 每日过得如履薄冰 恐怕还不会细心到发现 避孕药被换成了黄体童 你除了能生孩子 对静怡还有什么贡献 那一次争吵中 静怡不带任何讽刺 只是撑着鹅脚一脸烦躁 到处句事实 静怡看起来人丁单薄 其实不然 光公公外面的私生子 一只手可能都数不过来 受宠的就送作小矿 不受宠的就给点小钱 只有婚生子 或者对集团有突出贡献的孩子 才能被寄上家谱 在公共百年后 瓜分这金钱帝国 拉开电灯 屋子的简陋无处可藏 我让闲 这辈子 唯有小和一个孩子就够了 随你再去生几个 供桌上的香块燃完了 我抽出三根 正准备絮上 静怡却抢先一步 抽走小瑶的一项 眼中满是挑剔 确实和我长得很像 难怪爸妈都没起疑 小和 就是他的种吧 香在我手中断成几节 身体也不可抑制地发抖 静怡 他什么时候知道的 一个是静家大少 一个是矿场小宫 初次相见 当我发现两人有八成相似时 只觉老天都在助我 孕期我私自倒掉好多营养补药 模糊了月份 让小和生下来瘦弱 有了点早产的样子 老天保佑 小和一天天健康长大 除了嘴唇 其他根静怡都像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任谁看了都不会怀疑 可静怡 竟然说他一开始就知道 知道本要跟我谈婚论嫁的人被埋在矿下 你不回去 明天我就带小和去做检测 或者你现在说 小和是我的孩子 只要你说 我信 我被他的视线牢牢锁定 面上将着生怕露出一丝破绽 失算了 原本想着 静怡再混蛋 也不至于对孩子做什么 但现在他知道小和身份 还会如此富般对他吗 我跟你回去 也只剩下这一条路可走 楼下看热闹的邻居 已散去七七八八 剩下几个看到跟在静怡身后走下楼的我 纷纷热情打起招呼来 爸爸干了一辈子矿工 我从小在矿场玩到大 现在的邻居 有很多都是看着我长大的长辈 或者童年时的玩伴 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都变了呢 是爸爸和阿瑶死后 我却突然嫁进了进家 冷血 自私 虚荣 不知羞耻 这样的评价我听了太多回 心上早已千疮百孔 再也流不出一滴血 车子驶出家属院 经过矿场时 月色下高大的排土机 伸长胳背张牙舞爪 宛若吃人的巨兽 霸和阿瑶的死 不是意外 事故前 他们曾无数次找矿场上级反应 传送带老化故障 石油堵塞 可矿场以成本过高 唯由拒绝更换传送带 事故那天 爸爸带着我跟阿瑶正准备去领证 被领导一个电话叫回 只因当天近一来矿场巡视工作 勒令矿工不得缺席 也就是那一天 矿下煤尘堆积 引发爆炸 我赶到现场不要命的挖 崭新的裙子上沾满玫瑰 双手血流不止 到头来只接出老爸一具残破的尸体 甚至连阿瑶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进家矿场 进义 都是凶手 每每想起那一天 弯心的痛让我不自觉攥紧拳头 掌心多痛几分 或许心上就能烧轻松些 金金 当初说要结婚时 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 我那时太年轻了 气不过你骗我 以后不说这些了 你好好跟着我 行吗 进义强硬地掰开我的拳头 向着掌心红肿处轻轻吹气 而我执拗地望着窗外 最后看了眼阿瑶葬身的那片矿坑 进义 你该知道我有多恨你 害死我至亲至爱之人 跑到我面前 假惺惺要报恩 又在这六年里的每一天 对我极尽羞辱 无数夜晚从噩梦中惊醒时 我都在想 死在矿难里的人 为什么不是他进义 这是第一次不做伪装 坦白憎恨 既然他想要在今后的日子里互相折磨 那我奉陪 车厢里安静至极 许久才听到进义一声叹息 嗯 我知道 啪 婆婆这一巴掌 狠狠打在挡在我前面的进义身上 好个没规没矩的东西 我儿子是你说要变要 说气变气的 义儿 这种女人你又带回来做肾 婆婆五十来岁 因为保养得当 看起来只有三十出头 早些年公共风流多情 矿场的事暂时交给婆婆打理 后来她不仅驱散了那些阴阴艳艳 打发走全部私生子 到现在还紧握着矿场不松手 公共被她磨平了心气 每天喝茶下棋再不管是事 记得刚嫁进来时 我带着肚子每天挑十个小时厌展 眼睛受损视力倒退 只因婆婆说 儿媳亲手挑展 孝心更足 后来小和两岁上下 被发现不吃鱼虾 婆婆就命人应味 导致小和每顿饭边吃边吐 边吐边哭 直到她能面不改色 吃下一整碗鱼羹 从前 静怡和婆婆狼狈为奸 以我的痛苦为乐 如今到完完全全换了个人 妈 只能是她 静怡拉着我的手 一时甩不开 我干脆就像跟柱子那样 站着无声无响 这世界上就没有能拗过儿子的母亲 婆婆息鼓后 我第一时间上楼 轻推开小和的房间 这个点本该睡觉的孩子 小小一个坐在桌前正挑灯夜读 直到我站在身后看了半天 她才发现 妈妈 你来接小和吗 看着她一瞬间亮起的眼睛 我心中愧疚更深 利用孩子去报复仇人 我算什么母亲 小和在这个家同样举步维艰 静意地忽视 婆婆的刁难 公共的冷漠 都让她被迫长大 妈妈跟小和再也不分开了 我哄着小和睡着后 刚走出房间 就看到旁边静意已强而立 你放心 不管小和是谁的孩子 我会学着当个好爸爸 我眼中不可抑制地划过嘲弄 这回我倒要看看 她这温情戏 准备演到何种地不去 静意睡在房内沙发上 把床毒留给我 哪怕新换了床背 鼻尖还是能闻到 那骨子讨厌的味道 烟酒味 香水味 还有一些毒属于静意的味 不好了 整夜的噩梦 就此戛然而止 我被静意从床上拉起来 套着衣服往楼下赶 妈不知道从哪听了消息 一早带小和去做血缘鉴定了 小和的身世 本就不是铁板一块 四处漏风 婆婆从哪里听来 这消息都不为过 车上 静意倒是比我还紧张 她一边给院长打电话 打不通 又让我先装怀孕 医院那边我会打点 如果被妈知道 小和不是我 总之你配合些 就当是为了小和 深秋的天 她额上起了层薄汗 这戏演得可真够味了 婆婆要做鉴定 怎么会落下静意这个正主 也许静意给她提供了样本 也未可知 我们出门晚了 正赶上早高峰 堵了两个小时到医院后 婆婆刚好拿到化验结果 院长小心退出去 公公则沉着脸 坐在沙发上 妈 不怪津津 都是我的错 是我当年非要娶她 孩子是不是亲生的爷 静意拉着我上前 刚说了两句 婆婆黑着脸不吭气 把报告直接往静意怀里一拍 丢人至极 公公猛拍桌子 冲着婆婆吼了一句 备手离去 婆婆赶忙拿着包跟上 而静意看完那份检测报告 竟狠狠将我固在胸前 金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误会了 我混蛋 真好笑 静意竟然说 小和是她的儿子 我没有心情听她长篇大论的忏悔 眼角瞥向滑落在桌案上的报告书 微微眯起双目 才勉强看清几项主要信息 这并不是亲子鉴定 而是公公和小和的血缘鉴定 而鉴定结果 毫无疑问两人是具有亲属关系的 傲慢如婆婆 静意 只怕没想到这里面还有另一种情况 小和是公公的亲孙子不假 他们理所当然认为 小和的爸爸就是静意 但他们不知道 阿瑶身上同样流着静家的血 六年前发现立价推迟 我带着两道杠的验孕纸 兴奋地扑到阿瑶背上 我们要有孩子了 也是那天 阿瑶心事重重带我回家 拿出一张泛黄的出生证明 名字一栏 填的是静瑶 静家的静 公公有段时间极喜欢阿瑶母亲 甚至动了离婚的念头 但她是个胆小的女人 当时被婆婆一下就偷偷跑了 后来发现怀孕 她方回矿场找了个活计 想寻个机会告诉公公 让孩子认回父亲 谁知公公已经不再管事 更不在矿场露面了 阿瑶最终跟了母亲姓 生在矿场 长在矿场 与我们这些矿工的孩子 一般无二 直到她母亲病逝前 才讲出这个秘密 若是你能认祖归宗就好了 我不想让阿瑶和她母亲留遗憾 也尽我所能让小和上了进家家谱 回家路上 进一幕明兴奋 她说以后每个周末都带我们去郊游 她要教小和踢足球 还要带着小和拿冠军 可小和 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些了 早在幼儿园亲子运动会上 唯独她的爸爸缺席时 一年又一年 小和对她再也没了期待 进家大宅外 此时又围了不少人 他们扛着家伙式冲着门内叫嚣 这样的事对进家屡见不鲜 保安一窝蜂涌出来 分开人群请出道 车子刚开进宅底 我听到了耳后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 以及男人一道微不可闻的闷哼 闹事的群众从后砸了玻璃 近以为护着我被砸破了头 血顺着她的侧脸蜿蜒而下时 我抿了抿唇 抽出张纸巾 轻轻替她压住伤口 别下着小河 当我发现 近以为这一无聊的举动而感动时 只觉得好笑 丧门星 婆婆早上好心办坏事 看到受伤回来的儿子 此刻也只敢低声咒骂 我站在楼梯前 收回刚抬起的一只脚 您现在管着公司 事事可不要做绝了 这只是儿媳一句善意奉告 听不听您随意 公公站在二楼 眼神微微一闪 婆婆是个利益至上的人 从她接管公司 工人待遇每况愈下 不止定期才退大龄或有伤病的工人 甚至停掉每月对工商家庭的补助 婆婆吝啬工人 一份微薄薪资 却不惜花大价钱 组建其顶级法务部 这让工人们打官司毫无胜算 他们只能铤而走险 一次次来谈判维权 而近以就是个被宠坏的孩子 近家如何 他从不操心 他拒绝去住院检查治疗 坚持在家养伤 此时 我坐在沙发上 安静看着电视 目光偶尔投向露台 阳光里那个高大的男人 怀里抱着小和 两人用我听不懂的外语 一本正经交流着 从来没什么表情的小和 脸上也难得带了些笑 许是被那二人间轻松的氛围感染 我也不禁舒展眉目 悄悄伸了个懒腰 婆婆搞这一出乌龙 也算让小和因祸得福 这一个月是在近家六年来 少有的平静 而在入冬第一天 突然有税务局的人登门 当场将婆婆带走 这不是走过场的调查 而是证据完善的逮捕 公司群龙无首之际 公共精神绝朔 重掌大权 明眼人一看便知 这是场预谋已久的争权 不论近以如何求情 公共铁了心不松口 而婆婆的罪名一旦上法庭 至少要做七八年劳 几十年的夫妻 一朝反目 竟然你死我活 这段时间 公共像变了个人 时常亲自检查小和功课不说 周末还会单独带他出门 小和每次回来 眼睛都亮亮的 问他做了什么 见过什么人 他还卖关子 这是秘密 妈妈很快你就知道了 而近义却在偷偷准备签证材料 有小和的 也有我的 他这场叛逆的离家出走 尚未付诸实践 就被现实狠狠打了一巴掌 那天公公回家 身后跟着一个男人 当他披着星辰 一步步走进进家 走到我面前时 生锈卡死多年的心脏 仿佛突然咔哒咔哒又转动起来 啊 阿瑶 我有些不确定 试探地伸出手去 又赶忙全缩起手指 生怕不小心将这幻影戳破 可他拖着我的手附在左脸 手心和手背上传来真实的温热 是我 抱歉 害你等太久了吧 妈妈 小和从楼梯上下来 看了看一旁白着脸的禁忆 一把抱住阿瑶的腿 跟着叫道 爸爸 原来小和的秘密 是跟爸爸提前相认了 禁忆什么时候从大厅消失的 没有人注意 当晚他留下签过字的离婚协议书 离开了禁家 公公是个矛盾的人 说他无情 又对旧情人念念不忘 为此还仇视妻子 说他有情 又转眼间 把自己宠了二十多年的儿子 打入地狱 阿瑶回家当天 禁忆就被他从家谱上除名 小和也改在禁忆名下 当初婆婆要做鉴定时 也是公公阻拦他用禁忆的样本 而改成和他做血缘鉴定 可见他早就窒息一切 我是禁忆妻子时 他对我和小和默视如无误 而阿瑶回来后 他不仅提前让小和亲近爸爸 还主张为我们大办婚礼 我只觉得他可怕 禁家更可怕 婆婆这些年转移的钱 也被公公全数掌握 除了交公司罚款 剩下的留给禁忆生活 也就是说 禁家与他再无关系 公公有意锻炼阿瑶 公司的事直接放权给他 每日看着阿瑶西装革履 与公公侃侃而谈时 我都觉得恍惚 回来的还是那个在矿场穿着背心 流着汗满脸煤灰的少年吗 有朝一日他会不会也变成公公那样的人 学习管理多年阿瑶很快就上手了 他不仅快速平息了矿工的怨愤 还引进西方技术和制度 增加了矿场效益的同时 也保障了工人权益 阿瑶还为老爸重新选了快风水宝地 地势很高 能一眼望到他献出一生的矿场 他还能很好地平衡生活与工作 每天睡觉前 雷打不动地检查小和功课 给他讲睡前故事 他现在完美地不像话 但我却现在过去里 无法自拔 我曾说过 想去高原上前程撒一把金帆 想去霍城的薰衣草里跳舞 想去太阳故乡 一天看三次日出 想在墨河的极光下 对着独属于我的星星说 一句爱你 不想自己的世界 只有矿场那么大 曾经的阿瑶会冒实地应一句 阿柳 你想去的地方 我都陪着你 这些地方 一生哪怕去过一处 可能都会永生难忘 都去 是不是有点太贪心了 怀中传来小和安稳的呼吸声 我转了转酸色的脖子 一回头就看到阿瑶静静已在墙边 为什么不问我当年 这么多年发生了什么 当年啊 所有人都告诉我 阿瑶下了矿再没上来 所有人都想让我相信 阿瑶死了 可我始终不愿意相信 没有找到尸体 怎么能说人死了呢 六年来 每一次推门而入 每一次不经意一瞥 每一次清晨睁眼 我都期盼再次见到他 听他抱怨 我让小和叫别人爸爸 阿瑶将小和接过去 轻声讲起当年往事 他当年和我爸陪同静已下矿 第一次爆炸他方时 三人就和其他人隔开了 爸受了伤 静已把身上唯一的水都给了他 并不是他出来后所说的 被我爸所救 被埋在地下时 阿瑶和老爸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我 静已突然说 那个叫柳津津的女孩 他也喜欢 当时没有人去好奇 静已为什么会喜欢一个 扒杆子打不着的女生 三人只坐下约定 谁活着出去 谁照顾我 在最后一次他方中 老爸当场丧命 静已等到救援 而阿瑶却在被救出来的第一时间 让公共派人转移走了 矿上的人都没看见 早在阿瑶之前 和老爸找矿场协商更换设备的时候 公公就瞧他眼熟 这一调查发现 竟是当年新上人给自己生的儿子 因为婆婆的原因 公公不敢直接相认 趁着矿场事故 将阿瑶送到国外治疗 并接受教育 公公不喜欢婆婆 连带着不喜欢晋艺 所以他这六年来 努力栽培晋瑶 想让他当进家接班人 爸他收了我全部证件 也不允许我联系你 我每天上完课 就给你和孩子画一幅像 想象着孩子长大的模样 我翻着阿瑶 带来的厚厚一达画质 虽然画迹粗烈 却能一眼看出是我 而那墙堡中的孩子 也渐渐能下地奔跑 小河眼睛可没有这么小 直到我笑出声时 才发现脸上不知何时 竟不满了泪水 阿瑶轻轻拉了拉 小河身上的毯子 眉眼间全是温柔 嗯 眼睛随你 我俩相视一笑 又在差点惊醒小河时 双双晋升 转眼间 小河的学校要放寒假了 我正收拾衣服 突然接到电话 是近义打来的 小河现在在我手上 金金来见我一面吧 就当是最后一面 金一闯进幼儿园 将小河劫持到了矿场 等我赶到时 警察将现场围得水泄不通 阿瑶也在 阿刘你不能下去 这矿回风景坏了 正在抢修 井底毒气严重超标 我一把将它推开 小河在下面 我必须下去 金一若赶伤小河一分 我就跟他同归于尽 下井前 警察给我戴上了防毒面具和氧气瓶 并在三叮嘱我不要激怒 金一若他点燃明火引起爆炸 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我要尽量拖延二十分钟时间 等回风景恢复运作 就能解除危险 在昏暗的井下 看到小河戴着防毒面具和氧气瓶时 我长松一口气 小河没有受伤 板着身子不理睬一旁的金一 妈妈 小河面上并无紧张 看到我时就兴奋地跑过来 显然还不知道此时是何种危险处境 金一让小河先上去 行吗 大概是我第一次用上这么软和的语气 金一不由挑起煤烧 默许了 我将小河送进灌龙关好门 嘱咐他上去听爸爸的话 那妈妈你要快点上来啊 我笑着点头还冲他挥挥手 眼神却牢牢盯住金一 生怕他突然点燃这一矿瓦斯 好在金一没有多余的动作 他整个人藏在黑暗中 隔着面具传出的声音不太真切 金金 事故那天 我是故意叫金瑶和你爸回来的 我不想让你跟别人领证 我走近两步 一是想听清他的话 二是想拿到前方地上的铁稿 找机会将他敲晕 进一的声音不带一丝波动 实在让人发出 为什么呢 我哪怕竭力控制 声音也带着丝颤抖 十六年前 矿场上大哭的男孩 你大概早忘了吧 矿工家庭 男孩比女孩多 我从小接触的男孩子 没有一百也有几十 十六年前 还没有认识阿瑶 我深夜贪玩 曾在废弃矿场 捡到一个痛哭的男孩 原来那是静义 小时候静义顽劣 被公公丢在矿场 想要搓磨他的性子 废弃的矿场 平时没有半点人影 到了夜里 风声似鬼气 好不吓人 喂 你是哪家的 哭什么 我胆子大 上去拍他肩膀 还把人吓了一跳 我是进家的 我想回家 进在亚城也算大幸 矿场上我认识姓静的人家 就有好几户 我说带他回家吧 他嘟嘟囔囔 又不挪地儿 扭捏半天才说 自己是犯错了背法 那晚借着微弱的月光 我和他玩跳房子 木头人 猜拳 甚至还玩了 矿上孩子最喜欢的 半家家酒 他是丈夫下井采矿 我是妻子看娃做饭 玩得起兴时 有人远远冲他招手 离开前 我似乎听到他小声 说了句什么 随后红着脸跑掉 但那时一阵风 吹散了所有 甚至忘了问他全名 柳金金 长大后我要娶你 静毅手上抛接这个小玩意 附述出那卷实戏言 后来静毅拒绝婆婆 给他安排的联姻 也曾拼命学习 才换来婚姻自由的机会 可那时 我已经心有所属 正要去跟阿瑶领证 静毅没想过 活着从地下出来的 只有他一人 他甚至偷偷庆幸过 这是上天给他创造的机会 直到婚礼前夕 他去医院复查 却撞见我从妇产科走出来 我当时既妒忌 又心怀侥幸 哪怕医生说月份不对 可万一 你怀的是我的孩子呢 可我看着你倒掉不要 孕期竟将自己饿成个杆子 我只觉得自己像个白痴 所以静毅娶了我 又因为我向他隐瞒小和的身世 而处处给我难看 这么多年 他一次不敢想亲子鉴定的事 只能花天酒地消极蔽日 后来为什么会改变呢 因为这里 静毅用手中的小丸一点了点额头 说话时还仰着嘴角 长了一颗恶性肿瘤 而我也终于看清他手中握着的 是脂塑塑料打火机 恶性血管外皮细胞瘤 在增大过程挤压到额叶 手术难度很大 且术后很可能会出现记忆缺失 或者丧失行动能力等后遗症 我不敢做手术 怕死在手术台上 更怕你嘲笑我 生活不能自理的狼狈呀 我心存侥幸 想着还有些时间 也许你会爱上我 尽以席地而坐 随手在地上捡了小煤块 投进隧道远方 石块在隧道里弹跳了几下 我的心脏也跟着咯噔咯噔跳个不停 生怕他刺出一丝火花 让人葬身矿底 尽以放弃治疗 乃至后来被砸破头 也不敢去医院 此时他像是一个输掉游戏的孩子 言语中满满都是挫败 可惜我终究搞砸了一切 我怀着别人的孩子 骗他 嫁给他 其实也不算好人 此时也不知道 是不是氧气快要耗尽 我越来越心慌 抬脚上前去拉静翼 静翼不动 却将那打火机塞到我手里 声音有些急促 我不会寻死的 放心上去吧 我自己再坐会儿 我没有忽略他微颤的手 被活埋在矿坑里一次 他怎么可能不害怕 孩子时还能用哭声对抗恐惧 如今却都长大了 算算时间 回风景应该也快修好了 想着小河在上面担心 我走进灌龙 准备等会儿让人将静翼带出来 向上的路似乎走了很久很久 走出灌龙阳光 刺得我晕眩之际 被人紧紧抱在怀中 好不容易适应了光线 就对上阿瑶紧张到泛红的双眸 没事的 我跟着阿瑶迎上警察 摊开手 他把打火机给我了 应该不会有过激行为 可就在这时 矿上的技术人员满头大汗跑过来 进总 回风景被人为破坏的厉害 这会儿时间修不好啊 静翼 他从一开始就没想活着出警 警察下警后 只带回了静翼的尸体 防毒面罩早已被他取下 而他最后塞给我的 也根本不是什么打火机 只是一个录音机 我试了几次 都按不下去 最终还是阿瑶扶着我的手 按下正中播放键 这种玩具录音机 只能录一句话 声音也严重是真 断断续续传出来的声音 分不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 刘 金 我 可惜什么也听不清 静翼的葬礼 全权有阿瑶操办 在我的默许下 小和最后以静翼儿子的身份 为他捧铃 公公没去参加葬礼 在书房做了整夜 后来他帮静翼母亲 办下取保候审 但他听说 儿子死在矿井下时 人已经变得疯疯癫癫 各中是非对错 再难评价 小和放寒假了 我和阿瑶天天带着他去游乐园 吃麦当劳 逛海洋馆 试图短短几天补其他整个童年 阿瑶向我求过婚 这次我没答应 六年分离 或许有些东西早就不一样了 是什么呢 我现在也说不出清楚 相信时间总能给出最终答案 在人流不息的机场 我牵着小和的手排队安检 妈妈 我们去哪里呀 爸爸不来吗 我替他整了整围巾 爸爸很忙 要管理很多人 我们去看雪 看驯鹿好不好 小和一听抿着嘴点点头 轮到我们安检时 我使了进去提箱子 大概是衣服装得太多 还有点颠不动 就在这时我感觉手上一清 一只宽厚的手掌接过箱子 轻松放进安检机器 阿瑶怎么来了 我并没告诉他 爸爸 刚才还大人模样的小和 转眼就跳进阿瑶怀中 爸爸跟小和一样放寒假了 开不开心 阿瑶单手抱着小和过安检 帅气的父子俩 吸引了周围旅客视线 阿瑶放下公司业务的同时 也搬出了进家 爸说他还能再顶几年 让我们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阿瑶笑着露出一个酒窝 一如当年 他向我伸出手 我却干脆挽上了他的胳膊 我们还能有一个重来的机会 也挺好的 阿瑶 你说我们现在去墨河 能看到极光吗 冬天出现几率很低吧 看不到极光 我们就陪你去高原撒金帆 海拔太高 不能带小和 那就你跟我两个人去 番外 我不会寻死的 放心上去吧 我自己再坐会儿 我站在黑暗中 升起灌笼 静怡在那一瞬间塌了肩膀 她缓缓取下面罩 甚至没有发现我在靠近 微垂的刘海间 坠下一颗眼泪 砸在煤块上 碎成数颗钻石 害怕的话 就拉住我 我向静怡伸出手 像儿时一样将勇气分担给她 静怡最后还是跟着我出警了 她吸入少量毒气住院治疗 而我去见了她的主治医生 这个成功率和风险评估 你们有组织专家会诊过吗 果然 医生面露难色 静怡刚查出脑瘤时 就不允许她声张 压根没打算治疗 又和谈寻医会诊 我立刻让医生安排会诊 把国内的专家咨询一遍 不行就去美国去欧洲 最终结果并不乐观 黄金治疗时机已被延误 我开始整夜整夜睡不着 被仇恨迷住双眼时 我习惯把一切过错 都推到静怡身上 可她并不知道 旷会塌 人会死 报复一个人 有很多种办法 但我却用了 最伤人伤己的那一种 阿柳 你看看这个 阿柳端着笔记本推门进来时 她脸上两个眼袋 都快遮不住 这几天她放下公司事务 跟着我一起研究 国外案例和试验中的新技术 还真被她找到一种风险最小的 但需要去美国 好在静怡之前准备了签证 一起去吧 阿柳实在放心不下 我拒绝了 静怡并不是她的责任 小和和静家才是 去美国的飞机上 静怡完全没有一个病人的自觉 她像个打弹珠胜利的孩子 用得意伪装自己的恐惧 金金 我若是手术成功了 你还当我妻子好不好 静瑶要管理公司 管孩子 管老爹 时间都不够用 你想去哪里 我都陪你 我附和她每一句话 却独独不愿再当她妻子 伤口愈合得再好 每每看到疤痕 都会一起疼痛 对我 对她都是如此 一个月后 我带着静怡回国 手术成功摘除了肿瘤 但还是对额叶造成轻微损伤 静怡她 忘记了这六年 也忘记了埋葬在最深处的 那个叫柳津津的小女孩 公公对静怡态度有明显松动 不仅安排她进子公司学习 还在阿瑶和我搬出来后 让静怡搬回家住 静怡学得很快 极大分担了阿瑶的压力 半年后 阿瑶如愿请假 要陪我环球旅行 放心去 公司我会看着 小和你们也放心 静怡带着小和来送鸡 爸爸妈妈 记得给小和和大伯带礼物 小和搂着静怡的脖子 一脸亲密 如今他们两个关系 反倒越来越好 阿瑶冲我一笑 脸上带着如释重负 还好有大哥在 我点点头 安检时忍不住 跟他八卦静怡 似乎有了喜欢的人 他天天接送小和 只为跟他多见两面 也许等我们回来 就能喝喜酒了 婚礼进行到一半 新郎的白月光突然现身 哭诉着要嫁给新郎 就这样 新郎抛下 我这个新娘 跟白月光跑了 全场一片哗然 我成了众人眼里可怜的笑柄 双方家长乱成一团 我爸妈心急如焚地冲到我面前 质问我到底什么情况 我苦笑了一下 三年的跪舔 终究抵不上白月光的一句娶我吧 这一刻 我也清醒了 我爸健壮 气得伸手紧紧捂着胸口 察觉不对 我连忙拨打了120 将人送进了医院 医院的走廊内 张爸安慰我 嘻嘻 张夺那边交给我 我一定让这臭小子 给你一个交代 见我沉着脸默不作声 一旁的张母紧张地开口 嘻嘻 你爸爸本身有心脏病 年纪大 这事可跟张夺没什么关系 我爸的检查都还没出来 他就害怕连累上他儿子 急着披轻关系 罗欣的嘴脸 真是让人看了想吐 不想他们在这里 影响了我妈的心情 我下了逐客令 将人赶了回去 张家父母刚走 我意外接到了医院 打来的电话 苏欣欣吗 这里是第一医院 你丈夫张多出车祸了 家属赶紧来一趟 还真是无巧不成书 我爸爸送诊的医院 恰好就是第一医院 我花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就赶到了急诊科 整个急诊大厅 站满了人 充斥着痛苦的哀嚎声 半个小时前 环海大桥上 发生了严重的连环车祸 带着白月光私奔的张多 也恰好在其中 他们开的车子 被夹在中间 撞得几乎报废 现如今 两人生命垂危 躺在急诊抢救室里 等待救援 很快就有一生走到我面前 你是张多的妻子 我跟张多在订婚的时候 就去领了证 虽然婚礼没办完 在法律上 我们确实是夫妻关系 否则医院也不会在出事之后 第一时间联系到我 我点了点头 医生递来一份手术风险告知书 张多情况危急 现在我们只能通过截肢 挽救他的生命 跟你丈夫一起送来的叶宁 他的伤情较轻 暂时没生命危险 你尽快给他们交其费用 后续治疗才能跟上 抢我新郎 还想我出钱给他救命 我脑子又没被驴给踢了 我直接告诉医生 跟他不熟 医生无奈 催促我尽快考虑清楚 你这边做好决定 我们也好第一时间安排手术 我拒绝在告知书上签字 含泪告诉医生 那可不行 至少得留个全尸 在医生震惊的眼神下 我直接转身离开 又来了一个好消息 在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之后 我爸的身体总算平稳了下来 只要在住院观察两天没问题 就能出院 我妈彻底松了口气 拉着我说话 嘻嘻 张夺的事情 你也别太着急上火 他这样对你 以后一定会遭报应的 我淡淡一笑 不用以后 现实抱着不就来了吗 当天晚上 张夺的父母气冲冲地赶到了病房 见他们出现 我第一时间将人带到门外 有话我们这里说 我爸不能受刺激 话落 张母冲上来就要打我 张夺出车祸 你为什么不救他 我拽住张妈张牙舞爪的手 冷眼盯着他 张夺出车祸的时候 我爸也在抢救 我怎么去救他 换成是你会选择抛弃你的男人 还是救自己的父亲 张妈咒骂道 那你就能让医生放弃治疗 不救张夺 你这女人心怎么这么狠呀 我拿出手机 摁下1103个数字 递到张妈的面前 哪个医生诽谤我 说我要求放弃治疗 我现在就报警 让警察来处理 我根本没在任何同意书上签字 也没对医生说放弃治疗 我不信有哪个医生敢对张母说这样的话 果然经过我这么一恐吓 张母怂了 说我没第一时间积极治疗张夺 她哭着倒在地上 痛苦地大喊 我儿子后半生彻底毁了 以后一辈子都得躺在床上 你高兴了吗 坏女人 你个灾星 都是你害的 医院在我走后 无人续费的情况下 又联系了张夺的父母 张夺的性命保住了 双腿被迫截肢 又因为延误治疗 导致腰部以下彻底没了知觉 后半生只能躺在床上当个废人 我冷笑 阿姨 你这帽子可别乱扣 真正的灾星 可还躺在你儿子身边呢 她愣了一下 朝着我看来 我继续说 若是没有叶宁突然出现 张夺现在正在动房花烛呢 怎么会出车祸 说不定十个月后 你都能抱上孙子了 我这话简直就是 在戳张妈的心窝子 她气呼呼地站起来 眼神里满是火光 夜见人 都是她害了我儿子 害我张家绝后 我去要了她的命 望着张夺父母呼啸而去的背影 我站在原地淡然一笑 叶宁 这才是你的福报呀 几天后 张夺父母再次找上门来 他们将张夺原本在婚礼上 要给我戴上的钻戒 摆在了我面前 我有些诧异 阿姨 你这是什么意思 张妈笑着看向我 嘻嘻 我们张家的儿媳妇 只认你一个 我将戒指推了回去 张夺的选择 大家看得很清楚 我跟她没关系了 话音 张妈的脸色 立刻黑沉严肃了不少 那可不行 你们可是领过结婚证的 我瞬间明白了 张家父母的险恶用心 现场直接拆穿了他们 阿姨 你这不是认可我这儿媳妇 你是想给张夺 找个后半生 照顾她的廉价保姆吧 张夺现在成为废人了 她妈就想到我了 这老东西 鬼心思可真记贼 我妈气得火冒三丈 指着张妈破口大骂 你也是当妈的人 你心肠怎么这么黑 这不是把我女儿 往火坑里面推吗 我们家绝不答应 眼看计谋被我看穿 张妈也不装了 苏西西是张夺妻子 照顾她不应该吗 你若不照顾我儿子 我就去法院告你 领了证 做鬼都是我们张家的人 这话直接将我妈给激怒 没想到张家人如此不要脸 我妈气得拿扫把将人给赶出去 临走前 张妈还不忘朝着我警告道 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你赶不回张家 我就让你吃不了多着走 臭不要脸的老东西 我倒要看看她能有什么本事 西西 你婆婆来公司闹了 孙总很生气 你赶紧回来处理 原本请假的我 接到同事电话后 第一时间赶回了公司 刚到公司门口 我便看到张妈 对着过往办公的人员发传单 控诉我弃养她儿子 听说她闹得太过分 把来公司参观的两个大客户 都给吓跑了 见我出现 张妈立刻冲了上来 拽着我的手大声嚷嚷 大家看看呀 就是这恶毒的女人 丈夫出车祸 她自己躲回娘家 不管丈夫的死活 不仅如此 她还污蔑我婚内出轨 这是一栋商务办公楼 周围可不止我们一家公司 张妈的大嗓门 瞬间引来了大量的关注 众人指指点点地看着我 各种议论 张妈得意地拉着我的手 用紧只有我跟她 才能听清的声音说 这就是给你一点教训 知道吗 死老太婆实在太恶毒了 原本还想着张多已经遭了报应 我就没必要再报复回去 没想到张家如此不要脸 那我也不必客气 是时候让这老太婆吃点苦头了 大多数的人只会同情弱者 张妈年纪比我大 又是我名义上的婆婆 她的控诉已经让不少人开始同情她 我将手中的包包猛地一扔 捂着脸哀嚎起来 张家欺人太甚 婚礼上 她儿子带着初恋丢下我跑了 气得我爸心脏病发住院 现在出了车祸 渣男成了活死人 婆家又想逼我守活寡 他们还扬言 要是我不听话 就弄死我全家 我婚礼有邀请几个私底下交好的同事 事发后 我家这点八卦就在公司传开了 听到我的哭诉 终于有同事看不下去了 站了出来帮着我指责张妈 你这老太婆也未免太过分了 就你那渣男儿子 成了废人是活该 谁让他劈腿 不要脸 他妈给不要脸开门 不要脸到家了 都是21世纪的女性 最受不了的就是渣男和恶婆婆 其他公司的人不清楚我的状况 经过我的控诉 还有同事的证词 瞬间 刚才还是弱者的张妈 成了众人眼中的可恶婆婆 张妈傻眼了 没想到一下子风向转变这么快 她还继续坚持嚷嚷 你跟我儿子领了证 就是我们张家的人 你不管我儿子就不对 这下算是彻底引起公愤了 张妈一张嘴 根本敌不过众人 在众多同事的热心见义下 公司帮我报了警 警察来了之后 不用我开口 周围替我不值的同事 就七嘴八舌地帮我作证 张妈直接被以寻衅滋事 破坏公司经营 还有毁坏他人名誉的罪名 给带走调查 后来张爸赶到了警局 他说可以给我赔偿精神损失费 让我撤销对张妈的控诉 我告诉警方 我坚决不要赔偿 只要求依法惩戒张妈 哪怕关个三五天也好 好给这老太婆常常记性 我趁着张爸在警局处理张妈的事情 请假去了一趟医院 离婚的事情不解决 怕是后患无穷 我带着离婚协议书来到张多的病房 张多刚刚苏醒 见到我 他非常激动 希希 没想到你还会来看我 我冷笑 掏出离婚协议 递到他面前 离婚协议书签了吧 张多瞪大了眼睛 惊讶地看向我 我都这样了 你居然还要跟我离婚 我问他 不离等着守活寡吗 再说了 你不是要跟叶宁双宿双飞吗 我这是在成全你 张多皱眉看着我 希希 我那是一时糊涂 我要娶的是你 等我好了 我们再补办一次婚礼 这次我保证能让你幸福好不好 千 还在这跟我画大饼呢 张多现在肯跟我低头 是想让我给他当免费保姆 伺候他后半生 我的耐心用尽 少废话 你就说这离婚协议书 你签不签 见我态度强硬 张多也不装了 要离婚 不可能 他有恃无恐地说 我现在受伤住院 就算你去法院起诉离婚 法院也不会同意的 他这嘴脸比他妈还恶臭 当初我怎么会看上这种人 不过来之前 我就已经做好准备 我拿出手机 将叶宁在婚礼当天发给我的视频 展示给他 张多惊讶地说 你怎么有这个 原本叶宁是想发给我 让我对张多死心 没想到这段恩爱的视频 倒是成了我手里最有力的证据 你婚内出轨最正确凿 你觉得离婚官司 我胜算有多少 现在签了 我们还能好聚好散 等到上了法庭 丢人的只会是你 我的话让张多十分挫败 见我态度坚决 他伸手接过笔 只要他在协议上签字 一切就结束 张多刚动笔 张爸突然冲了进来 一把抢过张多手上的 离婚协议书四岁 苏喜喜 你想离婚 没门 张富神情激动地对着张多说 这坏女人 设局把你妈关到派出所 趁着我们不在 来逼你签离婚协议 听见这话 张多暴怒 苏喜喜 你心机怎么这么深 我设局 我心机深 难道是我让张妈来公司闹 毁坏我名声的吗 原本以为张富还算有点良知 现在看来都是蛇鼠一窝 张多 你确定这离婚协议 你不签 张多恶狠狠地看着我说 就算我死 也不会让你得逞 好 我们法庭见 既然和谈没渠道 那就走法律途径 我刚走出病房 张多的父亲又追了上来 你不能走 你必须跟我去派出所签和解数 我老婆没出来 你不能走 面对张富的穷追不舍 我转头看向他 他不是说我手段厉害吗 那我就厉害给他看 我伸手扯着领口 威胁着张富 信不信 我喊一声非礼 你就得进去跟你老婆团聚 到时候 我看谁还能护着张多 张富显然被我吓到了 他呆愣地看着我 等我走远了 身后才传来张富气急败坏的声音 对于这种无耻之徒 就得比他更无耻 回去之后 我立刻联系了律师 我跟张多的婚姻太荒唐了 必须尽早结束才行 律师告诉我 张多在这段婚姻里属于过错方 他出轨在车祸之前 所以法院很大概率会支持我提出的离婚请求 刚从律所出来 我就接到新家物业给我打来的电话 苏小姐 你家糟贼了 挂了电话之后 我立刻赶到新家 物业管家已经在家门口等着我 见我出现 立刻跟我说明了情况 你看看 要不要帮你报警 这是我跟张多的婚房 婚礼出世后 我就一直住在父母家里 我先看看少了什么 我第一时间朝着主卧冲去 保险柜里面的陪嫁的金首饰 还有一些值钱的东西 全都不见了 粗略估算一下 价值几十万 陪着我进屋检查的小区保安 突然说了一句 不像小偷入室盗窃 更像是熟人作案 我回头看向他 他立刻给我做了解释 一般小偷作案会到处翻找 可是家里除了主卧 其余房间连门都没被开过 若不是熟人作案 怎么可能这么明确地知道 值钱的东西放在哪里呢 经过保安这么一点拨 我立刻反应过来 前段时间 我表弟给我推销全物监控 我就在新家装了一套 这时候正好派上用场 我打开监控 立刻知道了真相 下午的时候 张富带着两个男子来到新家 几人一阵搜索后 将屋内所有值钱的东西 全都给搬控 这群人居然无耻到这种地步 张夺选择夜宁的时候 我的心就彻底死了 原本可以好聚好散做陌路人 只是这张家人太过分了 这回我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我直接拿出手机报警 我要报案 我家糟贼了 刚走到警局门口 就接到张夺气急败坏的电话 苏西西 你不要太过分 我都无语了 你爸带着人来偷东西 你还觉得我过分 张夺理直气壮倒 那是我爸 算偷吗 我对这个男人的耐心已经用尽 没事少 跟我在电话里瞎避避 有本事站我面前来 他现在已经是个废人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连下床都成问题 他若真有本事站到我面前 那我就放他一马 说完 我便挂了电话 有监控录像 证据确凿 警察很快就将涉事的三人 带回警局 张复的态度非常嚣张 警察同志 我去自己家里拿东西 这算偷吗 见我进门 他直接站起来 怒气地指着我 我要告他诽谤 毁坏我轻欲 我直接将房产证摔在桌子上 你要不要看看 这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 你去我家拿我的东西 经过我允许了吗 不问自拿 就是偷 要不要把你带人进去偷到的录像 拿到你单位 去放一放 让你那群老同事 看看你的德性 在我一顿疯狂输出下 张复气得都快喘不上气来 你 你敢 我还想再对几句 跟我一同前来的律师将我拦住 他将我拉到一旁 示意我冷静 律师告诉我 因为我跟张夺的关系 让原本的盗窃罪变成了家庭纠纷 警察大概率会选择调解 不会立案 律师建议我将重点放在财产转移上 这样不仅能追回损失 还更利于我的离婚官司 我同意了律师的提议 将剩下的事情交给律师来处理 张复不情愿地将从家里拿走的财务主动上缴后 警察那边采放了他们三人 离婚官司正式开始 张夺那边也请了代理律师 被放出来的张母和张父 一同代替张夺出席法庭 两夫妻在法庭上声泪俱下 控诉我对张夺的无情抛弃 同时还表示 张夺接下来要面临高昂的治疗费来挽救生命 他们希望法院驳回我的离婚申请诉求 同时要求我照顾张夺 支付他的医疗费 这样无理的要求 连我的代理律师听了都想笑 幸亏结婚当天 我请了设想 律师直接把婚礼当天的视频放在现场播放 不仅如此 还有叶宁发来给我炫耀的那些证据 张某并不是基于感情的基础上 跟我的当事人结婚 这场婚姻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有续谋的骗婚 随后律师还放出了派出所的报警记录 主张张夺就是为了钱 在骗婚不成的情况下 还利用父母对我的名誉以及财产进行迫害 婚内出轨是事实 还有转移财产的行为 这场离婚官司基本上我赢定了 眼看局面不利 张某又开始作妖 直接在法庭上装晕 在对方律师提出交涉后 法庭同意延后再审 张家仁不过就是在拖延时间罢了 去我公司闹没用 抢我的钱更没用 现在儿子又瘫痪在医院成了废人 他们二老想折腾 那就随他们去 反正这官司 我赢定了 这几天 张夺不停地联系我 全部被我给挂断了 律师曹拟完离婚协议书交给我 他建议我还是找张夺亭外签署协议 这样在时间上对我更有利 想要尽快摆脱这个大麻烦 回归正常的生活 我带着协议书来到了医院 还没进病房 就听见张母对我的控诉 没想到那死丫头 以前看着乖巧 全部都是装出来的 现在才是她的真面目 小朵 妈告诉你 这婚千万不能离 她家就胎一个闺女 只要你们不离婚 你的医药费你的后半生就有保障 那夜间人更不是东西 还想叫我们出钱给她看病 没门 张夺不耐烦地说道 妈 你说得我都清楚 这些天我不是一直联系着吗 你们继续唱白脸 剩下的交给我 她喜欢我这么多年 我说两句好听话 她会心软的 人不要脸真是无敌 我跟张夺是大学同学 曾经有次班级组织外出登山游玩 我在山边小溪玩耍的时候 意外落水 水流很湍急 没人赶下来救我 是张夺 在危机关头跳下水塘 将我捞起 从那次起 我就注意到了她 我只是默默地关注着她 从未想过打扰她 她跟女友分手半年后 主动提出跟我交往 我跟在她身边 不知疲倦地照顾着她 直到她提出结婚 又在婚礼上抛弃我 才彻底让我死心 可我没想到 我认识的张夺 居然是这样的人渣 人性的丑陋 在这一刻真让我恶心 自从我拉黑了张家人之后 世界都安静了不少 邻居突然地来电 令我莫名地心慌 小苏 你爸在医院 你赶紧来 挂掉电话 我来不及请假 直接冲到了医院 邻居见我出现 连忙将我带到了 抢救室门口 你爸心脏病犯了 人在里面抢救呢 你赶紧劝劝你妈 别两个一起倒下 我妈缩在一旁 双手紧紧抱头 浑身颤抖的模样 看得我心如刀剑 妈 我来了 听见我的声音 我妈才抬起头来 看了我一眼 随后直接扑到我怀里 气不成声 见她状态不好 我只能询问邻居情况 我爸妈住的是单位 分发的公寓楼 周围的邻居都是 十几年的住户 跟亲人一样 邻居阿姨告诉我 今天有人来我家里闹 还吵得很厉害 等他们察觉 不对劲赶去的时候 我爸心脏病已经犯了 小苏 来的那女人可凶了 一直骂你 就是她硬生生 把你爸给气病的 你可不能放过她 骂我导致 把我爸给气病了 我大脑里面 立刻出现一个 可疑的人选 我拿出张夺母亲的照片 阿姨 是她吗 邻居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就是她 可凶悍了 还说让你别躲着 一定要弄得 你全家身败名裂呢 我内心的怒火 瞬间达到高潮 我没想到 张家人会如此过分 找不到我 就找上我的父母 他们明知道 我爸有心脏病 还找上门来 这简直是蓄意谋杀 这一家子 简直就是畜生 为了一己私欲 完全不顾别人的死活 若不是 我爸还在抢救 我早就冲去 跟那死老太婆拼命了 我起身走到楼梯间 拨通了张夺的电话 希希 你终于肯接我电话了 你知不知道我 我现在听到张夺的声音 我就觉得恶心 收起你那虚伪的嘴脸吧 你妈冲到我家来闹 把我爸气得心脏病发作 我爸若有事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全家 下一秒 电话那头换成了张母的声音 兴肃的 你少威胁我 我儿子都成这样了 我现在什么都不怕 你要是乖乖听我的话 我就把你当成好儿媳 你若是不听话 我有一百种方法弄死你 无耻 她真是真的连半点脸都不要了 跟这种疯了的老女人 已经无法正常地沟通 我直接挂了电话 既然他们不放过我 那就别挂我不客气 你来做什么 叶宁抬头看向我 瞬间脸色黑沉了下来 我将果兰放到一旁 拉开椅子坐下 完全无视叶宁的黑脸 听说你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原来叶宁还怀了张夺的孩子 提到孩子叶宁瞬间怒了 他挣扎着挥手朝我打来 你今天是来看我笑话的对不对 你觉得我活该 觉得我是现实报 他心里倒是清楚得很 知道他这样是报应 我接住他挥打来的手 冷静地看着他 我今天来不是奚落你的 我是来帮你 他狐疑地打量着我 帮我 你会有这么好心 我不是好心 我只是看不惯张家七夫人 你为了张夺连子宫都摘了 张家人却上门来打了你一顿 连医药费都不帮忙 叶宁明显被我的话给触动了 可是依然强撑着 对我表现得十分厌恶 你用不着来挑拨离间 我知道你是记恨 我能得到张夺的爱 他洋洋得意的姿态 让我都想笑 张夺爱他 曾经我也这么认为 现在我清楚地明白 张夺爱的只有他自己 张家人有多自私 我看得清楚 我将手机扔给叶宁 你说张夺爱你 那你好好睁开眼看看 手机里全是张夺这些天 对我发的肉麻短信 为了挽回我 他什么恶心话都能说得出来 叶宁仔细地翻看 他拽着我手机的手 不断地用力泛白 将他此刻的内心泄露无遗 叶宁 想想你爸妈 我来的时候 恰好看到叶宁的父母 在交费大厅 我特地找了角度 将照片拍了下来 叶宁的家境一般 这次他虽然伤得比张夺青 可是也面临着一大笔医疗费 连环车祸 保险还在扯皮 前妻的费用都得自行垫付 对于叶家来说太难了 父母交费的照片 让叶宁瞬间破防 他抬头看向我的时候 眼神里面已经满是恨意 你要怎么帮我 张家可不穷 驾车的人可是张夺 难道他没有责任吗 张家敢这么嚣张 不过是因为你们叶家 不是本地人罢了 张母来病房闹过几次 一口一个灾心地骂着叶宁 甚至还跟叶宁爸妈 有口角冲突 我就不信叶宁心里会不恨 叶宁也明白 我不可能完全是在帮他 他问我目的是什么 我也没瞒着 我说 他们家想让我回去给张夺当免费保姆 照顾他这个废人下半生 你觉得有可能吗 倒是你 张家可不缺钱 你为了张夺 连子宫都摘了 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难道不该有笔赔偿吗 真诚才是最佳的必杀计 叶宁答应了跟我合作 他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果然 叶宁就是我对付张家最有力的一张王牌 两天后 我将一份举报信 投递到了某公司的邮箱里 叶宁告诉我 张夺曾经跟他炫耀过 张复在职期间 利用职务之便 没少中饱私囊 得到这个重要消息之后 我立刻去调查 张复已经退休了 人不在职 要查他的消息 方便得多 很快我就查到了线索 我将这些资料整理好 送张复一张牢房通行票 他想安稳退休 还想闹得我家鸡犬不宁 想得美 叶宁不愧是张夺的白月光 张复跟他也是无话不谈 他知道的信息很多 我能够在短时间内 将举报资料弄到完整 全靠了他的帮忙 跟张复认识这么久 我们有不少共同的好友 只要我想 张复那边的消息 我就算不出门 也能知道得清清楚楚 很快 我便收到消息 张复被人带走了 张复还在医院躺着 张复又被带走调查 张家没了主心骨 乱成了一团 我第一时间将消息 透露给叶宁 接下来 就等叶佳人登台唱大戏了 叶宁虽然人在医院 可是这几天他没闲着 自从他反应过来 张家人就是看叶佳在这里没人好欺负后 他这几天就联系了老家的亲戚 他们家是南方沿海的小县城 宗族文化非常繁盛 听到本家的女娃在外面被欺负成这样 同性的亲戚立刻答应赶来助阵 接到我消息之后 叶宁立刻给老家亲戚订了车票 很快叶家父母就带着亲戚赶到了张复的病房 叶宁还特地安排人给我现场直播 原本看叶家父母进门 张母还很嚣张 灾心还来干什么 还嫌弃害我儿子不够吗 叶母这回可没忍着 把我女儿害成这样 你们还敢这么嚣张 真以为我们家没人吗 张母之前在叶家占了上风 以为这次依然能够轻松拿捏叶家 所以态度非常嚣张 就欺负你们又怎么了 你们叶家算什么东西 赶来这里叫板 赶紧给我滚出去 叶母一听极了 朝着身后就一阵招呼 咱姓叶的都让人欺负成这样了 你们管不管 下一秒 叶家人一哄而上 瞬间惊呆了张母 你们想干嘛 张夺见状也慌了 连忙喊他妈 妈 快给爸打电话 他似乎忘了 他爸好像还在牢里呢 叶家的男人守在外围 叶家那群婶婶姨姨母的 直接冲进去 对着张母就是一顿暴打 让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欺负我们兴叶的没人是吧 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若不是后来医院报警 张母可能会被叶家人 给撕成碎片 他哭红了眼地倒在地上哀嚎 脸上和身上 都有不少的血口子 衣服也被人给撕烂了 母样娜叫一个狼狈 看了真让人解气 警察来了之后 了解了前因后果 面对一群叽叽喳喳 吵翻天的大妈 他们也很无奈 他们让张母自行调解 张母见叶家来人众多 不敢再嚣张 叶家人趁机提出要求 让张家负责叶宁全部的医疗费 还有后续的赔偿 张母不同意 叶家人就说 要闹到张家同意为止 他们天天上张家去做客 天天来医院问候张夺 这一举动可将张母给吓到了 他嘴里骂着这些人无赖 可是半点解决的办法都没有 张夺更是吓得屁都不敢放一个 只能任由这叶家人提出赔偿 乖乖地签字划压 张家的钱都赔偿给叶家了 张夫又被关着 张家是真拿不出钱来了 没办法 张母只能冒险让张夺回去休养 我听说张母还跟张夺的朋友打听我的消息 想着从我这里坑钱 可惜 叶家人根本不让他闲着 两三天就上门一次 听说张母被闹得连大门都不敢出 他没办法来找我 我可以去找他 上午 我带着离婚协议书 敲开了张家的大门 开门见到是我 张母还有些震惊 怎么是你 我找张夺 张母有些不屑一顾 你找我儿子能有什么好事 她态度嚣张 不过我不惯着 不把这老太婆给气死 我都觉得是轻的 不给剑就算 我说完转身就走 下一秒 她就反悔了 伸手一把拉住我 你别走 我猛地将她的手给甩开 别碰我 会气 她气极了 还想骂我 不过我嘴更快 你若想 我也找一家子亲戚来闹一闹 你就继续嘴贱 张母是被叶家人给吓怕了 听见我这话 立刻就老实 果然 人善被人欺 我知道张夺的房间 直接推开张母 朝着张夺房间走去 进门后 张夺看见我眼睛 立刻亮了起来 希希 你是来看我的吗 她还在这跟我装深情呢 大概这场车祸 把她脑子也给整坏了 我把离婚协议书 往张夺身上一扔 少废话 签了吧 明白我是来签离婚协议的 张夺的脸色 顿时冷了下来 希希 我不可能跟你离婚的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死无赖 这是彻底赖上我了吗 可惜 她这如意算盘 终究要落空 好呀 不签我们就耗着 等着官司结束 你若想上诉 我就硬诉 看谁耗得过谁 张家两母子 狐疑地打量着我 张夺甚至威胁我说 你可是女生 你真不怕拖延 我有什么可怕的 我伸手掐在她受伤的部位 疼得她大叫 张夺 没钱探病的日子 很痛苦吧 我不离婚 我们共同拥有的那部分财产 你也得不到 就眼下张家的状况 你说 你会不会没等到离婚成功 你人就没了 张夺气急败坏地怒骂着 你少胡说八道 等我爸回来 叶家那些跳梁小丑 全都得滚蛋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就你爸贪污的那些钱 足够她在牢里待几年了 等她出来 你说不定就成白骨了 张夺没想到我对他们家的事情 了解得这么清楚 她无措地睁着眼 看着张母 这些天 张母被叶家人给折磨得身心俱疲 早就没了之前的战斗力 我趁机开出条件 诱惑张夺 房子当初你也有份 你答应我签字 我立刻将属于你的那部分折现给你 有了钱 你还能活 你才有办法给你爸走关系 该怎么选 你自己定吧 我都开出这么优渥的条件了 张母还骂我落井下石 真是人心不足舌吞向 活该他们张家有此报应 最后张夺答应了签字离婚 委托他妈跟我办了离婚手续 在律师的见证下 我将购房款打到了张夺的卡上 转账成功的那一刻 我立刻通知了叶宁 张夺想悄悄瞒着 根本没用 叶家人当天就带着人马 冲到了张家 让张夺交出钱来 给叶宁作为补偿 张母不想给 叶家人就赖着不走 吃喝拉撒全在张家 闹得张夺都快得抑郁症了 张母报警了几次都没用 最后只能妥协 掏钱稀释宁人 好不容易到手一笔钱 现在又没了 张家的其他财产 因为张复被调查 处于冻结状态 张夺只能躺在床上耗着 错过了最佳治疗的时间 张复的情况调查清楚了 罪证确凿 接下来张复面临的 则是刑事责罚 张母在得到消息那天 直接吐血晕了过去 现在人还在医院 没清醒呢 这是张家的报应 原本我可以不计较张夺的背叛 好聚好散 两人和平分手 可因为张家人的私心 一步步将我往最坏的方向比 今天的恶果 全都是张家人自己造成的 怨不得旁人 我爸出院的那天 我在医院碰到了坐着轮椅的张夺 短短几天不见 我差点认不出他来 他消瘦得只剩下一层皮 艰难地坐在轮椅上 端着水盆 朝着病房滑动 见到我的那一刻 他低下了头 我也装作没看见 扶着我爸离开 现在我们离婚了 张家也遭到了报应 我们两个再无瓜葛 我爸也看到了张夺 他长叹一口气道 人呀 还是不能将事情做得太绝 会遭报应的 我淡淡一笑 爸 我们走吧 叶宁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约了见面 他已经决定 随着父母回老家 张家这种情况 他也不能再从张家获利 拿着张家之前给的钱 还有保险赔偿来的钱 他决定回老家买一套小房子 安安静静地休养几年 他找我来 是向我道歉的 苏西西 我郑重地跟你说对不起 曾经因为我的过错 伤害了你 对不起 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在我看来 感情没有真正的对错 唯一做错的人是张夺 他不该脚踏两只船 在我跟叶宁之间来回跳 至于叶宁 这场车祸 就是他替自己犯错买的单 失去生育的能力 这样的惩罚足够了 我大方帝拿起杯子 轻轻朝着他示意了一下 一路顺风 未来幸福 他的未来我不知道 只能祝福 我的未来 我坚信会很幸福 01 那是我第一次感知到 大数据的精准推送 一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工作日 从医院回来后 拿起手机打开APP 手指在屏幕上随机滑动 一张许久没见到的面孔 出现在眼前 时间过去这么久了 孟兰依还是那么亮眼 想起了十年前第一次 见到大学宿舍里见到他 像一只含苞待放的百合花 沉稳地在人群中独自开着 幽静内敛 只不过十年过去了 我们都更成熟了 手机屏幕中的人也是如此 他面对着镜头微笑 素颜只涂了红唇 看上去心情很好 视线左移 他身旁只露出半张脸的男人 倒更加脸熟 这不是我三年来日夜相处的丈夫 齐妍 我愣住 但仔细想想 如果没猜错的话 孟兰依注册了一个新账号 就是为了故意秀给我看吧 02 我的手机号没有变过 而账号又来自可能认识的人 大概率就是 孟兰依刻意把我的号码输进通讯录 然后再关联 内容从齐妍出差那天开始更新 原来他们这两天一直在一起 昨天去了外滩看夜景 路灯下两个人的影子 看上去有些般配的错觉 今天早些时候 更新了谢家大院的谢黄面 文案写着来户第一件事 感谢阿妍带我品美食 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里 我听到自己冷笑了一声 不清楚他知不知道 当初这家店还是我做了功课 硬让齐妍陪着去的 这家真的特别好吃 你就陪我去吧 我不爱吃虾蟹 你又不是不知道 当时他皱着眉头 甩开了我的手 去了街角的咖啡店 只留下我一个人 而现在 视频里的面是两晚 边缘处露出了对面那人的黑色衬衫 我呆呆盯着那只手腕 金色戴着G字logo的袖扣 是我去年送他的生日礼物 三天前也是我将这些搭配好 一起放进了齐妍的行李箱 原来爱与不爱 是这么的明显 03 潜意识里 我想要给齐妍找一个理由 万一他说的客户是孟兰一呢 万一他们在上海 只是偶遇叙叙旧呢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是对的 迫不及待拿起手机 给微信置顶的老公发取消息 出差顺利吗 有没有好好吃饭 上方的对方输入中 出现又消失 终于在许久后收到回复 很顺利 晚上要陪客户吃饭 都是难得你放心 就不视频了 都是难得你放心 这是我们之间从未出现过的字眼 看着那几句话 我不断地深吸着空气 掐着手心 试图克制眼里的泪水 可终究还是在瞬间模糊了视线 心里的那道防线 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塌 再次抬起头时 黑色大理石茶几上放置的怀孕确诊单是那么突兀 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恭喜你 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了 听到检查结果时 我开心地抚摸着小父 迫不及待地想要等齐炎回来和他分享 这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孕育出了一个小生命 多么值得可喜可贺的事情 可现在我想 如果这个孩子的父母并不相爱呢 那么他还有来到这个世界的必要吗 零四一阵充满凉意的风透过窗子吹了进来 抬眼看 不知何时 外面已经是乌云密布 雷暴击垮着整座城市 想起齐炎在出差前还曾嘱托过我 老婆过几天要下雨 最好就不要出门了 开车过桥很危险 容易有积水 他的语气温柔醇厚 我们在登机口拥抱告别 我贪婪地闻着他身上的味道 目送着他的背影 满心欢喜等待着他的归来 可如今这一切都成了笑话 家里遍布其言的痕迹和气息 窒息地感觉因晕而生 想坐的只有逃离这里 随手拿了两件衣服 连带着怀孕确诊单一起装进包里 雨水击打着车窗 噼里啪啦 平日里畅通无阻的道路也挤满了车 喇叭声此起彼伏地响起 等待的过程中 昔日的回忆总是要再一次浮现心头 大学时 孟兰依是我的摄友 我介绍发小奇言给他认识 三个月后 他们瞒着我交往了 而三年前 我毕业回国 他们分手 记得那时 奇言像只被人遗弃的小狗 出现在我面前 下巴上带着胡茶 苦笑着说 嘿 你猜怎么着 哥们被人甩了 我很想上前抱住他 但还是忍住了 就像当初忍住自己对他的喜欢 默默看着他和孟兰依在一起那样 后来 我们去喝酒 两个人都醉了 昏暗的路灯下 奇言吻了我 靠着一丝清醒 我推开他 辩解到 奇言 你认错人了 对面的身影 对面的身影再次附上来 我的手腕被紧紧握住 耳边响起的话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小小 我知道是你 和我在一起好不好 他的声音附满磁性 落在心间痒痒的 刹那间 我抬头看见了一轮明月 月光照在奇言身上 他的双眸像藏了一汪泉水 透亮清澈 从小到大 我喜欢奇言这么久 如今 终于有了回应 六个月后闪婚 婚宴上 旁人都说 我们是青梅竹马 天作之和 奇言举着酒杯含笑不语 看我的眼神里满是深情 我们之间没有 撕心裂肺的爱情 但我想 只要两人坚定 足以牵手度过余生 婚后奇言很好 工资全部上交 下班抢着做家务 冬天我总发烧 每次他都会早早下楼 发动车子 等暖气热了 再叫我下楼 刚结婚时 我还不想那么早要孩子 面对父母的催生 奇言全都自己应付下来 第二年 奇言爷爷去世 我知道他从小是爷爷带大 那晚 我抱着他 安抚他 片刻听到 怀里传来孩子似的哭声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 见过了彼此 最狼狈最脆弱的时候 曾经的恩爱 如今 回荡在眼前 仿佛如过眼云烟 终于 前方绿灯亮起 身后传来催促的喇叭声 才将我从回忆中抽回 踩下油门 车发动的那一刻 一声巨响滑破天际 05 醒来时 头顶的白痴灯亮的耀眼 鼻息间闻到的是 医院消毒水味道 小小 你醒了 你认不认得我呀 我是妈妈 妈妈俯看着我 紧皱着眉 嘴唇止不住地颤抖 妈 我的嗓子像是被石头堵住 发不出声音来 没事没事 宝宝你醒来就好 醒来就好 宝宝 那我肚子里的宝宝呢 手抬起放在腹中 妈妈的眼泪落了下来 滴在我的手背 有些冰凉 这样的冰凉 甚至开始 我的身体里蔓延开来 没事 你还年轻 以后和小颜会再有的 耳边响起安慰的话 可声音却慢慢消失 不 怎么会 盯着头顶的天花板 滚烫的眼泪从眼角流出 直到这时 身体也迟迟感受到了 来自小腹的坠痛 像是有人在拿刀在肠道下搅拌一样 撕心裂肺 痛不欲生 合上双眼 我死死咬住牙关 可细碎的哽咽声在安静的病房里 显得仍然明显 我在想 难道 难道老天爷也不想要留下他吗 06 车祸第二天中午 齐烟财风尘仆仆地带着行李箱赶回来 他推开门的那一刻 我卧在病床上 泪水早就流干了 两家的父母都在病房里 他们七嘴八舌地说着 齐烟来了 快 快去和小小好好说说话 齐烟皱着眉头向我走近 开口便是 小小 你还好吗 怎么这么不小心 我的心里凉了一半 你还好吗 我当然不好 车祸家流产 谁经历了这种事情会觉得好吗 怎么这么不小心 怎么难道你一回来就要指责我吗 我抬头看向齐烟 陌生又熟悉 我们三岁便认识 他明明不是这样的 从小 齐烟便比同龄人成熟 他谦逊有理 待人接物 不会出一点差池 如今 当着家人的面 竟然会说着 这么失了体面的话来 明眼人都读懂了这两句 代表着一种隐藏的不耐烦 他这是觉得我坏了他的好事 唯一的原因 无非是他连装都懒得装了 齐家父母迅速出来打圆场 小小需要静养 阿妍这两天就不要上班了 让他好好陪陪你 是啊是啊 小小明天想吃什么 我亲自下厨 松鼠鲑鱼好不好啊 你最喜欢的 空气中凝结着尴尬 眼见齐妍还处在原地 我只能无力地扯出一丝微笑 先接过话礼貌地说着 爸 妈 不用了 我没什么想吃的 齐妍仍然沉默 他坐在我的身边 将手附在我的手上 举止生硬 而好在这一副恩爱夫妻的画面 令身后的老人们松了一口气 他们默默走出了病房 只留下我们两个人 我送你的袖扣 今天没戴吗 我开口问着 他穿了西服 但衣袖那里空空如也 我记得他当初很喜欢这个礼物的 怎么想起问这个 我放箱子里了 你身体怎么样 齐妍瞥了一眼行李箱 我自然知道 袖扣不在箱子里 因为就在昨天晚上 孟兰依的账号更新了头像 袖扣置于她的掌心之中 原来 这么多年 我什么都不是 07 病房里异常安静 我听讲自己冷冷地开口说 齐妍 蟹黄边好吃吗 她看向我 皱起眉头 什么 谁和你说的 你觉得咱们还有必要过下去吗 小小 齐妍打断了我 可下一秒又看了下门外 收起声 她像是被什么击中了一样 愣在原地 看向我的眼泪带着躲闪 只有那眉皱得更紧了 这是她的老习惯 我平静地看向她 可偏偏又想到最甜蜜时 自己会撒娇地趴在她的身上 用手指一遍又一遍碾平那些纹路 阿妍 在皱眉 会长皱纹的 那时的阿妍会搂过我的腰 刻意挠着痒痒肉 惹得我咯咯咯地笑 口中说着 你不喜欢我的皱纹 你喜不喜欢 嗯 我们也曾经很相爱过 不是吗 齐妍强硬地牵过我的手 开口说道 小小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这么多年 你还不了解我吗 可她越解释 我的心就越冷 她离得我那样紧 近到我看见感受她的呼吸 听到她的心跳 还有看见她的脖梗深处 皮肤染上的一抹红韵 象征着爱的吻痕 07 探病的时间过了 大家都离开了 走之前 齐妍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很复杂 我读不懂 平静的夜晚 我靠在床边 看向窗外 突然想到什么 拿出手机点开APP 果然 孟兰依的IP地址 也定在了这座城市 她 是今天和齐妍一起回来的吗 闭上眼睛 还是会想起 当初我亲眼目睹过 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样子 刚恋爱 刚恋爱时 孟兰依便将她和齐妍的合影贴在柜子上 书桌前 贴面自拍的两张笑脸 无时无刻刺痛着我的每一条神经 小小 你明天要和齐妍父母去吃饭吗 齐妍会向孟兰依抱贝每一个行程 从同学聚会到私人家宴 她将这视为给女朋友的安全感 可每次 只要我也在 孟兰依就要来核实一遍 她大概觉得自己和齐妍在一起 并没有对我造成什么伤害 甚至表现得像一只受伤小鹿 大大的眼睛满是无辜 在寝室里 利用每一个问题宣示主权 你们同学聚会的地址在哪里 有多少男生 有多少女生 齐妍喝多了 你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接她吧 好吗 你们父母经常吃饭吗 你们会聊什么 反反复复的提问 无数次让我心中的伤口重新隔开 疼痛难忍 其实 我能够理解孟兰依心有不甘 她和齐妍谈了快四年的恋爱 没什么安全感 中间分分合合不少 但每次都会以齐妍道歉为据点 可偏偏最后一次 在她提出分手之后 她没有挽留 而是转身和我在一起 四年和六个月 你以为她会是真心爱你吗 婚礼前夜 我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 说不在意是假的 但我明白自己无非是在赌 赌的不是那六个月 而是我喜欢齐妍的十年 我在赌她会不会真的爱上我 在赌她会不会以后忘掉孟兰伊 只是如今大概是要输了 08我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逃避是最好的方式 正如当年我申请留学 想要忘记齐妍 还记得出国那天 孟兰伊在社交账号上更新动态 人总是要和握不住的东西说再见的 有些人合适 到此为止就好 配图是她和齐妍的牵手照 也是在那时 我才意识到 自己才是那个她最介意的人 而现在 那个DY账号也成了我最在意的 每隔十分钟都要刷新一下 但账号却一直保持平静 她怎么不发了 偏偏这时 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路 小妍来了快进 小小在房间里的门外 响起了妈妈的声音 这种对话又让我想起 小时候齐妍来找我玩的时候 齐妍走了进来 她穿了一件藏蓝色西装 是上次我们一起去法国定制的 她坐在我面前的沙发上说 小小 你该回家了 语气听起来很温柔 但却有不容拒绝的霸道 我冷眼看向她 讽刺地说着 和孟兰伊都去哪儿约会了 外滩 城隍庙 还是酒店 小小 齐妍低声地发出怒吼 静儿 我冷笑了一下 怎么 我又说错吗 齐妍松了松领带 有些不耐烦地回复着 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只是吃了顿饭 仅此而已 是吗 小小 我没有出轨 你不要再闹了 听到这个闹字 我愈发觉得好笑了 眼眶不满泪水 看着她说 我闹 齐妍 你怎么好意思说我闹 我流产的时候 丈夫在和旧情人约会 你觉得 是我在无理取闹 我闹 如果没有被我发现 你是不是永远都不提这件事 你们只是吃饭这么简单吗 没有去看江景吗 没有去开房吗 齐妍 你知不知道自己已经结婚了 你记不记得 在医院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怎么这么不小心 孩子没有了 你问我 怎么这么不小心 一词一句 像是拿着刀子 刮着我的心 将前几天的痛苦重新翻出 喉咙忍不住地颤抖 夹杂着委屈和不甘 齐妍低着头 不语 我看见一颗眼泪落在她的拖鞋上 抬起头后 那双眼睛充满了红血丝 原来她竟然也有心 阿妍 我累了 离婚 好吗 我的语气软了下来 像是在求她 齐妍皱着眉 许久后 在离开前对我说 小小 你知道现在公司是什么情况 离婚是不可能的 09 你得懂事一点 是齐妍那句话背后的含义 她在婚后继承了家里的公司 我懂事的辞掉工作 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去年 我们决定要孩子 从吃中药补身体 到健身保持好的身体素质 我懂事的每个月都要制定计划 时刻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宝宝的到来 如今 还要怎么懂事呢 那天之后 齐妍几乎每晚都来我家吃饭 她不再提让我回家的事情 但压抑的暗示 谁都能看出来 爸妈只知道我们在闹矛盾 但不清楚具体什么事 时间一长 他们也开始劝我回家 小小 差不多得了 你懂点事 给齐妍一个台阶下 一周后 我回去了 毕竟也没有别的选择 况且自然明白 就算是离婚 也不可能是现在 公司目前在为上市做准备 如果这个时候离婚 势必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两家父母原本就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 我爸妈也有一定的股份 于情于理 我告诉自己只能再等等 之后的一个多月里 我和齐妍分床睡 像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 唯一的交流是在上周五晚 齐妍喝醉后别别走 被司机抬上来的他 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 嘴里胡乱地说着 死死扣住我的手腕不放 无奈 只能坐在床边看着他 立体的五官 见眉心目 这是我曾经喜欢了快十年的人 看了很久 可曾经那种心动的感觉 竟已慢慢消失了 我抬手试图将外套衬衫 从他的身上扒下来 让他好睡些 衣服刚脱下来 便抖落出一张小纸条 从地上捡起 是一张打车发票 齐妍现在每天都有专门司机接送 怎么还要打车 十 发票上显示了车牌号 只需要花一点钱 司机便告诉我了那天地址 立井一员 那是一个和我们家有将近二十公里远 附近都是景区的豪华小区 小区很大 不可能一家家敲门 所以我在自己的DY账号上 发布了一张有小区大门的照片 传递出的信号 大概只有懂得人懂 果不其然 不出二十四小时 孟兰依点赞了 私信弹窗打出出来做做 好啊 明天下午三点 风瑞广场四楼的月茶室 不见不散 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 孟兰依穿着一袭红裙走来 墨色发丝烫成了波浪 灯光下透亮有光泽 这是要开战的节奏吗 这里 好久不见 我举手示意 率先向她打招呼 她轻轻一笑 眼神很是复杂 依依 你好吗 很长时间没见了 我倒着茶 试图说些什么 让场面不那么尴尬 哼 确实也没想到 我们会在这里见面 温小小 我当初还真是小看了你 孟兰依也不装了 索性露出了她的真实面目 一直以来 我都没有想要与之较亮的欲望 她和齐妍在一起时 我退出 他们分手后 我才出现 有时我常在想 如果没有齐妍 会不会和孟兰依成为朋友 沉默了大概一分钟 只见对面的人继续开口 你应该知道前段时间 你老公在护城和我在一起吧 我抚摸着慈悲的边缘 翠绿的茶叶游荡在杯中 一股清香飘了出来 沁人心脾 抬头微笑着答道 自然 大数据时代 精准推送吗 看到我这么平静 孟兰依道有些意外 她久久盯着我 直到眼圈发红 温小小 你不要以为我插足了你的婚姻 是你 是你在一开始 抢走了我的男朋友 我们在一起四年 我最好的青春都放在齐炎身上了 可是 是你主动提出的分手 不是吗 我毫不犹豫 打断了她的诉苦 冷冷地说着 而且你觉得 她会为你离婚吗 问出这句话时 我的心里有着十足的把握 我和齐炎门当互对 而孟兰依来自边境小镇 是低保护 父亲还坐过牢 当初齐炎 曾把她带去给家里人看的 被父母反对 那时他们年少轻狂 信奉爱情 可以弥补一切 索性离家出走 我在英国的时候 就听闻齐炎 一天要打好几份工 供孟兰依考研 可上岸第一件 先斩一中人 孟兰依读炎不及半年 便提出了分手 如今她选择回头 我不信齐炎当真会原谅她 更何况 她现在成了齐总 成了公司的准接班人 更不可能为了一个女人 能放弃所有 除非 除非我怀孕了 在护城那晚 齐炎的孩子 光当 手中的茶杯掉了 我低头一看 一地碎片 十一 我忘了之后还说了些什么 只记得浑浑噩噩地走出茶室时 抬头望向夕阳 橘红色的阳光那么温暖 可偏偏照在我的身上冰凉彻骨 齐炎 看看老天对你多好 我失去了自己的小孩 但是你一样可以当爸爸 可人不可能什么都要站着 门当户对的妻子 白月光和私生子 还有家里的继承权 你得选一样 舍弃才行啊 那晚 我买了很多菜回家 下厨做好了四菜一趟 齐炎回家后 似乎很诧异 他挑了挑眉 走过来从身后抱住我 老婆你终于不生气了 他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像小狗一样蹭着我的头发 轻咬住我的耳垂 肆意撒着胶 可我能做的没有享受 只有忍耐 我准备了几杯鸡尾酒 以前在国外留学时 什么也没学会 但唯独酒量渐掌 没什么防备心的齐炎 很快便醉倒了 餐桌上 我伸手拿到对面的手机 用他的手指解了锁 依依 我怀孕了 齐炎 那晚 我喝多了 依依 你都忘记了 那我怎么办 齐炎 先打一百万给你 等到公司上市之后再说 我截好图 发给自己 又将所有痕迹删除 对面的齐炎安静地睡着 看起来人畜无害 十二 齐家公司的上市 到了关键时刻 我作为公司董事的妻子 也要接受谈话 只是那天 令我意外的是 负责公司上市的面试观中 有一个人竟然很眼熟 Louis 是我当初在英国留学的助教 一个中国和瑞士的混血男孩 我们在交换生派对上认识 他拥有着黄皮肤和深邃五官的神奇结合 会中文 小时候在国内生活过几年 在知道我的中文名字后 他很认真的问 Seal的意思是small 对吧 我记得当时自己被他逗笑了 解释说 不 我名字里的小是破晓的意思 太阳升起的意思 哦 太阳那你一定不喜欢伦敦对不对 太没有太阳了 他的用词和语序很混乱 但又很可爱 小 你做的中餐真好吃 小 你要不要和我约会 Louis的追求很直接 但我只把他当朋友 他阳光外放 没有奇岩的温吞和含蓄 他的一颦一笑 也许能蛊惑很多女孩 但那时的我却总陷入 曾经和奇岩的回忆里 不舍得离开 好久不见 小 多年不见 Louis成熟了很多 戴着千色眼镜 还挺有商业精英的味道 坐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 路过的顾客 大多形色匆匆 赶着去上班 只有我俩之间的空气 是缓慢的 我迟迟才开口 你好吗 Louis 他定定地看着我 调皮地说 非常不好 谁让某些人不辞而别 我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才三年而已 Louis竟然已经学会用成语了 你的中文进步很多 别打岔 小 你看起来并不好 Louis收起了眼角的笑意 他的眼神很温和 却也像一把利刃 可以将我看穿 我瞥了瞥嘴角 装作轻快地说着 怎么 你要当王子拯救我吗 十三 奇岩还在扮演他的好好先生 他真厉害 竟然可以当作无事发生 周末 我们一起回了他父母家 饭桌上 奇母贴心得给我夹菜 说着 小小 身体恢复得不错吧 我乖顺地点点头 他看见了似乎很满意 继续说着 没关系 你们还年轻 可以继续要吗 话音刚落 我看奇岩的脸部肌肉 突然抽搐了一下 怎么 他是想起来 孟兰依肚子里的孩子吗 我知道 生儿子是奇家的必要任务 奇母当初正是因为 生下奇岩这个长子长孙 才受到了奇岩爷爷的重视 此时此刻 也许我应该庆幸 这个任务 有了其他要完成的人 回家的路上 我看着自己和奇岩的影子 一长一短 像两条平行线 小小 孩子的事不用着急 他转过身来 挡在我面前 嗯 知道 我缓缓开口说道 不愿再去抬头看向他 爸妈如果再催的话 我去应付 那一刻 不知怎么的 他俯下身忽然抱过来 瞬间我的身体都僵硬住了 小小 我们好好的 像以前一样好好的好不好 奇言低语着 每一个发音轻轻飘浮出来 又重重落在我的心坎上 可是 怎么办呢 一切都晚了 世界上没有回头见 也没有后悔药 三天前 我聘请了私人侦探 拍到了他去看望孟兰依时的照片 他们在别墅里共进晚餐 面对面谈笑风生 甚至还有奇言 送他去看妇产科的记录 上面显示 那个孩子很健康 不出意外 会在明年二月出生 十四 公司审计的最后一周 财经报纸的头版头条上 发布了 骑士集团上市在即 继承人奇言疑似出轨 情人已怀孕的新闻 热搜 头条 热点话题 一网打尽 手机从早上就响个不停 上午十点 我穿戴好一切 在众目睽睽下 走进奇言的办公室 他果然很狼狈 墨绿的领带 被甩在了沙发上 地上也散落了一堆文件 小小 你怎么来了 他看向我 眼神里带着慌张 我没有回复 而是先走过去 手指摁在他的眉毛上 将那些皱纹青年开来 轻轻地开口说道 你发脾气了 小小 你听我解释 奇言抓住我的手 放在胸口 像是害怕 谁要立刻离开他一样 不 阿言 你现在应该听我的 听我的 公司才能安全 我附在奇言的耳旁低语 转过头 是他不解的眼神 我盯着他 平静地说着 和我离婚 我会出面解释 咱们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 最后祝福你和孟兰伊 这是最佳的方案 奇言后退了一步 他的表情像是从没见过我一样 你疯了 路易斯告诉我 奇言去年签署了对赌协议 如果公司不能如期上市 他的股份将被低价收购 我转过身去 不想和奇言对视 怕自己在最后一刻心软 掐住自己的手心咬着牙说着 我没风 奇言你记住 你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不同意 那我就起诉你分财产 公司就不可能上市 想想去年的协议 如果不上市 你会怎么样 身后传来一句冷笑 我回头看向奇言弯下了腰 他的胃又痛了 那是他的老毛病了 我走到书柜前 从面前右侧的第二个抽屉里 拿出胃药 递到奇言的面前 他抬起头 眼睛里布满血色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被谁买通了 对不对 奇言死死扣住我的手臂 我吃痛地甩开 连同要一起甩了出去 小小 你要什么 你告诉我 是钱 多少钱 奇言恨不得整个人都压在我的身上 令我动弹不得 我拼尽全部力量挣脱出来 高声吼道 离婚 我要离开你 奇言 你听不明白吗 从不敢置信 质疑 震惊 再到失望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 奇言脸上摆出那样的表情 他站在原地的身躯 甚至抖动了一下 失落无助的模样 像急了三年前 可这一次 我不会再心软了 奇言 这是你赢得的 这样的痛苦和背叛 不过是我感受到的十分之一而已 十四 离开办公室之前 我留下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 带走了属于自己的一切 也没多拿一分 电梯间里 路易斯走进来 我们并肩而战 余光撇到他嘴角的笑意 我订了下月回伦敦的机票 那有我的一张吗 当然 随时恭候您的大驾光临 那日下午 阳光无限好 一扫阴霾 我坐上车 不知不觉又经过了上次车祸的路口 小宝 我的小宝 我府上平坦的小妇 低难着 妈妈是不是应该庆幸 还好你没有留下呢 离开 是最正确的选择 对吧 番外 蹭住在 路易斯公寓的沙发床两周后 我终于找到了一份会计师的工作 从家庭主妇到 重新进入打工人状态 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很烦闷的时候 我会和路易斯跑去酒馆喝酒 一杯一杯 酒精似乎能让我忘记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父母埋怨我突然离婚 也埋怨我走得太匆忙 三个月后才愿意接听我的电话 我们之间不约而同 谁也不再提起其家和其言 只是 有时在朋友圈我还是偶尔 偶尔会看到关于他的消息 公司上市顺利 他一时风头无两 自从那条出轨新闻之后 孟兰依就删掉了所有的动态 他们似乎一直没有公开婚讯 但这也早就和我没有关系了 毕竟新的生活开始了 这一切都会过去 其言 午夜一点 小区花园里静得可怕 我忘了这是第几次一个人坐在楼下 抬起头 只见一轮明月孤孤单单地挂在那里 人大概只有失去才懂得珍惜 小小走了 家中只剩下无穷的黑暗 和永远没有回应的寂静 我承认是自己的错 那次去护城是带着侥幸心理 和依依在一起的四年 很遗憾也有不甘心 我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去爱 可最后还是被抛弃 依依主动联系我 说了很多 原本我只是想要让她看看 离开她之后我过得有多好 但没想到见到她的那一刻 心软了 依依说她爸爸去世了 说家里欠下了很多钱 说自己当时不得已拿了我妈的封口费 才选择离开我那一晚 我们喝了很多酒 相拥在一起 可我心里明白 自己已经不能和她在一起了 我有了小小 她才是我的妻子 去护城之前 我曾千叮咛万嘱咐让小小不要下雨天开车 可没想到还是出事了 走进病房时 我脑子一片混沦 一会想着依依说我妈给钱让她走的事 一会想着孩子掉了的事 唯独忽视了小小 后来她提出离婚 我才开始慌了 小小 我以为自己很了解她的 从小到大 她都很温和的 从来不乱发脾气 她心很软 我想只要自己求她 她一定不舍得离开的 即便有在棘手的事情 即便一个月后 孟兰依说她怀孕了 我想没关系的 她愿意生下孩子就生好了 我可以说服和小小一起抚养她的 那段时间 我每天也一直揣测不安 夜不能寐 我劝过孟兰依去妇产医院打胎 但她却一直闹 她说要在网上公开 要让其家颜面扫地 后面又可怜地跪在我面前 说只想生下这个孩子 不会来打扰我的婚姻 没办法 我要先安抚她 然后让公司上市 再去和小小坦白一切 只是没想到的是 初始那天 小小决绝走进了办公室 她像是变了一个人 我们认识了二十多年 那一刻 她眼神里的冷漠像一把剑 扎进了我心里 一定要这样吗 我看向她 可这一次 她不再像之前那样回应我了 你没有选择 其言 番外二 孟兰依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其言父母带人闯了进来 他们携着她 去了私立医院 孟兰依躺在病床上 恍惚间感受到自己身上 被插进了针管 她被困在病房里 没有手机 也没有自由 整整一周 一份封面写着亲子鉴定的报告 送到了齐家 书桌旁一双 带着翠绿戒指的手打开报告 上面显示着 检验标本之间 DNA不匹配程度较高 不具备血缘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报告